那我又说了 叫什么 叶总 最新的消息还是之前那条 春雨啊 真是个有责任的人 这么早就来集团了 看来啊 鸿生果然没有看错你 没法恨你不 默然集团这么多年的布局 付出的东西 我们以后毫不在意 还这么关心集团的一位 我是真的佩服 春雨啊 你还是年轻啊 幼稚 我们做生意 兜兜转转不就是有赔有赚吗 如果说我随便做掉了一段 也像你一个样子 去哭爹喊娘 那就要个什么德行啊 宁先生 宁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孟然怎么突然被关停了 赵荣啊 你们不好这样子跟我讲话的 这关停是政府做出的决定啊 对吧 对吧 我何德何能啊 难道我可以跑到政府那边去问人家 哎 你们怎么想的 你们为什么给关掉了 我做得到吗 是吧 到底动凶手脚 春雨 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 重情义 对吧 孟然 五年来哄哄哄哄 我为什么啊 我不过想着带着大家共同发财而已 哎呀 发什么财呀 现在都被关停了 交换回来的那点股权 那点废纸都不 这 根本没有嫌弃豆子 拿什么交换 我 我 我这个 我 他们手里面是没有闲钱 但是他们 有股权啊 哄生的股权 对啊 不要那么激动 我跟你讲 这些可都是老老实实的好人 他们不会互作非为的 不然的话 那么一家的人 不是自己要打脸了吗 有话好好讲 你们聊 你 您先生 您先生 你你你 秋雨 哎呀 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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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啊 你 你得帮帮我们 现在我们可什么都没了 是 是 哎呀 房子呢 车呢 你不是什么都没了 你是指定进入你的生活吗 哎 你怎么讲话下话的 我们可是一家人哪 交换利益的时候 小国是一家人吗 你在交换股权的时候 小国是一家人吗 你疯了 你这蛋子 这 这 这还能走 真正啊 你怎么跟这样不讲话的 我们到底 这怎么办呢 我们你看 我们大家所持有的 红生集团的股份 全部置换成了 印燃厂的股份 现在 他印燃厂停工了 我们大家的钱 可都打水漂了 哎呀 赵勇啊 火气不要那么大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你可真能沉得出气啊 这么久都不露面 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不许你 我感觉到现在 没那么多 你还要回来 我说 你还要回来 你还要回来 我自己在这边 你就把你解决了 我去找你 我自己在这边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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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法院的判决是什么 我都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尼森这个人太阴险狡诈 你一定要多提防他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今天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叶红生 他找你干什么呀 我知道你不能说 但大概我也能猜得出来 我想我还能为你做些事情 海江书记 叶红生现身了 我今天接到了他的电话 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了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就是他此次出国 是迫不得已的 因为背后啊 有人要置他于死地 什么人啊 尼森 我想无论如何 都要劝他回来 解铃 解铃还需吸灵人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好的 好的 那么尼森怎么办 这段时间 在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 我看叶春雨他们 预知在想办法积极自救 不错 但这个尼森的种种作为 让人很费解 先不要打草惊蛇 让他继续表演下去 胡理尾巴马上就要露出来了 现在网站自己都断了 收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这怎么办呢这个 刚柔 老婆 這麼晚把我們大家下來幹什麼 坐 坐下再說 來 大家坐 洪生集團是靠什麼發展到現在的 是我們這些鄉親父老 不顧個人得失 給葉洪生提供了吻錢 對吧 如果沒有我們 洪生集團壓根就不存在 對吧 更可忌的啊 這股東的份額 就給了那麼一點點 還這麼多人分 一開始就不合理啊 確不合理 現在咱們落那了吧 葉春雨是什麼態度你們都看到了 哪還有什麼親情啊 葉洪生呢 不知道拿著大把的錢 在哪裡花田酒地呢 所有的好事都讓他們叔之倆給上了 所以我們要拿回 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股份 可是 洪生集團的股票 值不了幾個錢啊 走 我跟尼森商量好了 尼先生說 可以再次收購我們的股份 尼森 這才不就是他嘛 還要跟他合作啊 這 怎麼又是他啊 先坐下 聽我把話說完好嗎 啊 孟然的事情 尼先生也很過意不去 所以這次 不是用其他公司的股份 而是真金白銀跟我們做交換 而且啊 為了彌補大家的損失 我苦苦地愛求你先生 終於答應 還可以接受合理的意向 可是 葉淳宇他不會跟我們談啊 能不能跟他見面 還不一定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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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釋嘛 那我們就逼著葉淳宇和我們談 必須拿回屬於我們的東西 對啊 一定要拿回自己的東西 對啊 拿回自己的東西 對 逼著他談 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來